庆余年正在当前热播中 剧中范贤终于找到了 牛兰街刺杀一案的真凶 竟然是自己将来的二舅子林拱 刺杀的原因动机是为了争夺内裤的财权 范贤当场就痛哭 想要内裤而已 一句话的是 我给他们就是 为什么要杀人 不就一条内裤的是吗 王八蛋 在范贤知道真凶就是林拱后 夜里就穿上了夜行衣要去做掉林拱 为藤子金讨还一个公道 不过被五竹叔给阻止了 因为林拱身边有高手如云 而且范贤要杀林拱的决心不够 这样一去 范贤可能就得提前领和范 于是便打晕范贤扛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 五竹叔就找到了有一堆高手保护的林拱 不过在五竹面前都是渣渣 一招一个 简直不要太帅气了 看到这不少人就有点好奇五竹的神秘了 首先他容颜不老 因为他是个机器人嘛 第二点就是为啥他眼睛蒙黑布呢 对于这件事 其实庆帝也是相当的好奇 不过好奇害死猫 估计庆帝没听过这句话 在最后一战里 庆帝亲手扯下五竹的蒙眼黑布 眼睛发射出两道光 庆帝瞬间灰飞烟灭 范贤当场看猫 五竹叔果然还是我叔 简直牛倒不行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哦